開門見福,今套獻稅,大展控圖 立福珠寶恭祝你,肚年行大運 福滿全家,獨福齊內 阿哈福套迎新春 消費滿指定金壓積等高達11%額外匯震 精選限量轉貨每週二中52點準時開場 快點進去阿哈shop.com.hk解鎖更多優惠 快點進去吧 下一段大家要留意,講到華妹星 華妹星? 咸詞星,即是跟性有關的星 每個人都有關,男女的性 到底你家裡的兒子,女兒和自己 會不會行咸詞星,是跟性有關 為何要講到咸詞星呢? 因為姦姐發咸詞星 大家留意,馮珍屬老虎,屬馬,屍馬,屍狗 我們四個人有兩個人都犯咸詞 我老婆是屬狗 還有三個 那就是老虎、屬馬和屬狗的人 明年是行咸詞星 咸詞星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華妹星 華妹? 咸詞星 咸詞星不是說咸詞 咸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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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得多開心 笑得多開心 有一點反應 好,明白 遺留了些東西 好久,很多年前 這些名詞我們都很少見 即是很遙遠 好像遺忘了 是的,遺忘了 對,遺忘了 好像有七年是第一次 都是遺忘的 但父母就要留意那些子女 突然間在這個房間裏面 有一些神秘的活動 以前我們講,女性第一次有那些 另外媽媽都會教他,除了穿衣服之外,要穿多一樣東西 有些很害怕的,哭得 那個就是咸慈星,就是那年 就是說如果你的子女,或者你身邊的人 是屬老虎、屬馬和屬狗的 在這個兔年2023年,行政的咸慈星 就是說如果他是剛剛成年之間,就是剛才我們說的兩件事 如果已經成年,就是說他們可能拍拖之外,就不是拍拖了 就很多性的活動,開始來了 這個性的活動可能是躲在一間房裡,看看電腦的性活動也有 未必是跟別人自己的 另外同人也有 或者被人撩到出去,跟別人有性活動 無論是什麼類型的 當然這個咸慈星一來的時候 一般來說就是屬老虎、屬馬、屬狗的 是特別的一種情況,就是很傾慕那些事情 家燕姐真的問了,你這個年紀的傾慕這件事 是代表什麼呢? 都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沒有分年紀的 開始有些feel了 或者重現這種feel 我認識家燕姐這麼久好像沒見過她面紅 是呀,我看到她馬上紅了 因為她是比較傳統的,我知道家燕姐 很傳統 不知道,因為呢 我的朋友不見了兩年多了 哎呀 因為疫情隔離嘛 可能明年通關 即是說明年她會見你了 她會找你了 你一見到的時候可能大家會覺得 情不自禁 那些花妹上身 是的 而因為那個密碼是兔年 兔年是指 超早五點到七點的 即是說 你一到超早五點到七點 你就情欲交尖 就是家燕姐原來是天鵬江的時間 剛剛睡了而已 剛剛睡不久 是,很好精神的時候 這個也是代表 馬的生肖也是的 所以問你都有份 我都有份 你都是五點多 你兩個都是 你不用跟我一起的 我不會跟你一起的 這個咸字聲就是華妹聲 即是熟狗的人都會 因為她那個字 除了代表生肖之外 是代表,譬如馬 是代表一部車的汽車 也就是說明年 在汽車上面發生的咸字聲 是非常之多 這麼刺激 汽車 那就是說那些車咪 或者咪鎮那些 就會產生了很多這些 就是這樣的城市現象 如果車是在跑馬地 馬 或者馬鞍山 或者馬牆附近 甚至是馬牆呢 都會特別多 這個咸詞聲 看著抄牌 當然姓馬那些 明年就全年行咸詞聲 馬也是代表姓許的人 因為五字 就是代表馬的 嚴字邊 這個五字代表馬 所以姓許姓馬的人 明年都是行咸詞聲的 哇 那就是說如果你是老婆 老公是犯這些 那就是說 他對這方面的需求要求是多了 那你就要油情屎水一點 走一走去 那如果你太太是這些 就是阿反 你狗 阿詩恩是屬狗 那你也要吃多些中藥 你明白嗎 第五點多才叫我凌晨 因為我受不了 是啊 所以你要留意 噴火醋 噴火醋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是 海的出的急凍酸菜魚 一包有齊酸菜包 金湯包和鮮魚片 五分鐘就搞定 份量十足 魚片嫩滑 味道正宗 專欠開胃 拌飯一流 海的更加批評選為 2022年度新星品牌大獎 快點買包試一下 你太太熟狗 狗那個字叫做 帥 影響了馮親那個 那個 聖字 即是聖 威字 或者是聖字 都是含咸慈星的 哦 等於你的公司叫做 什麼聖公司 成功的成 有一間聖 即是聖 什麼聖公司 香港有一間很出名的 財務的什麼聖公司 那間公司裏面的員工 都是犯咸慈星 如果你是賣菜的 你叫成記 那你剛剛 我賣菜 為什麼今天這麼多 一過了一年 一入這個套年 這麼多神秘的男士 在那裡走一走 就是賣菜的那個 叫阿姐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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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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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利用了他這個洗澡的池套進去這個神山名叫蟹蟲 但在《易經》裏面真的有個掛叫鹹掛 那香港經常說鹹濕鹹濕是不是有典故就這樣來 你想聽典故嗎 我就有陣子講了 這個就講以前是唐西風月 你聽過沒有 在西環那個地方 石糖咀吃糖水 那附近經常有些客人上來 要不就是鹹魚爛那些大少爺 一來的時間 那個阿姐說 為什麼一陣鹹魚味 你明白嗎 一來就已經鹹鹹濕濕濕 接著那裡就在三角碼頭的旁邊 那些菇梨就整身汗這樣 開完工 整身汗都不洗澡 就上去唐西那裡就光顧了 他們急到搞完之後才洗澡 又是濕濕濕濕 整身汗 所以那些阿菇就說 要是黎身那些 不是鹹就濕的 原來這個典故 所以就真的是鹹鹹濕濕 所以變成有鹹濕這兩個字 鹹濕就是我們廣東話的東西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典故裏面所講 原來就是韓西風月裏面的人傳出來的 所以跟華妹無關 不過現在我們吃華妹 就是鹹鹹的 就是我們引伸這個 鹹濕聲就是一個性活動的聲 所以如果對於老人家來講 通常就是指你如果屬老虎 屬馬或者屬狗 而過了六七十歲 那你未必有桃花 那就是代表容易有婦女病 譬如要小心上面 小心下面 男性就代表前列腺 特別是下面的 譬如避尿科 站在那裡很久都不出 或者是一開尿的時候開花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些都是叫鹹濕聲 這不是好東西來的 如果年紀大了 鹹濕聲就一定來講是一般的 因為紅年聲動製 正式結婚之後才有性的活動 鹹濕聲就是獨立一個性的活動 以前我們算命都一直算下來 鹹濕聲如果撞一個叫六神聲 是代表那個人通過性的活動去賺錢 那你坐在那裡一看 算命就知道 你那些財星是在鹹濕聲上 見到美女已經知道她在做哪一行 所以這些中國古文化的東西真的很厲害 一看下去就知道 那麼細微 不過佳燕姐也很特別 她要結婚才有鹹濕聲 她的人是很傳統的 很無瘦的 對 通常她的男朋友跟她簽了藥 她才會越爆越厲害 不好意思 越爆越厲害 其實我猜猜一下 我不是很知道你的閨房裡的秘密 我是很傳統的 很傳統的 鹹濕聲也是代表個BB聲 紅連聲也是 是的 那就是說 剛才我們說老鼠的行紅連聲 這個 老虎 馬和狗 行字聲 都是代表這四個生肖 是有機會在2023年 很願意有BB的 因為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很喜歡在龍連生龍仔龍女 而明年呢 一過了五六月之後 懷孕所生的全部都是屬龍的 所以明年很多人很喜歡 本來不要BB 都在五六月的時候 就是頻密地嚇壞一下 你也懂得說嚇壞 那造成了他們就會生龍仔龍女 龍仔龍女被譽為 十二生子裡面是最好命的 還有通常來說 都是一世無憂的 所以屬龍的子女 是很多人很喜歡的 而且這個鹹池桃花裡面 也是內藏了一些秘密的 因為兔是令它鹹池桃花 就是說 屬老虎、屬馬和屬狗的人 只要你送木的東西給他們 他們就是行鹹池 就是說你太太 就是家燕姐 還有詩敏 只要送花 就是行鹹池聲 噢 即是說他們很喜歡人送花 見花開眼 對 為什麼搬去花去呢 是 即是說這些鹹池聲 天天都會鹹 就鹹到很鹹 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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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的鹹池聲 某是代表文化的文字 又是代表花字 又是代表花字 又是代表花字的下半圈 所以真的 你們 只要一見花 就雲陀陀的了 所以所有 那些男士送花給你們 你們各個舉手投降之外 也就是說 夜晚千萬不要去公園 詩敏 那些是花草樹木的地方 只要你一見花草樹木 你就會感情崩放 你會立即發花瘋 你明白嗎 如果是這樣 我應該主動帶個男生去 是呀 如果你喜歡他 你就要很多花 不要花 花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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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瘋的運動場 很多花 花瘋旁邊也有些酒店 可以去試試 他喝杯咖啡 他喝杯咖啡 那你就行了 所以原來這些密碼 全部都是跟桃花有關 我們講了那麼多桃花 似乎 我們的題目要講 就是什麼 錢 到底2023年 誰是財運最好呢 現在回來就要爆這個大件事